欢迎回到警报现场 刚刚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就是台湾大学如何从百大到伟大 当然我们所讲的不是台湾大学 一个学校 其实是说台湾的大学 只是在台湾所有的大学中间 当然台湾大学是得到最多的人才跟资源 刚刚我们徐光文老师 跟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感觉到台湾大学 我们刚刚提到要有创新 可是事实上台湾大学很自由 那么我刚刚提到的是学生的自由 那么徐老师好像觉得 不只是学生的自由 是老师也很自由 对 其实只要你符合 该教几篇paper 那你有教一定时数的课 那你爱做什么 似乎都没有人管 所以其实大家注意 国外的大学对于新的 一些新的国际的议题出来 他们可以跨学门的整合 在台湾很少看到跨学门的整合 因为大家各行其事 我做我自己的就够了 我为什么要去跨出一步 我为什么要去努力的 还要花心思去跟人家合作 这是台湾为什么不能进步的原因 就其实很多很复杂的议题 是真的需要不同学门 各自跨出一步 去讲给别人听说 我需要什么 我现在有什么问题 那你学法律的 你学理工的 那你怎么来帮助大家 把这个问题 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其实我们没有 对 这方面其实蛮重要 不晓得卢老师 你有没有感觉到 台湾大学的学风够自由 连老师也很自由 其实台大 因为毕竟在整个过去建校的 这83年的期间 其实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知识分子 他同时扮演着一个社会的 知识引进跟传承的角色 但是他同时有来自于一些政府 当初的殖民政府 跟后来的国民政府的一些 特定的时代的这种 政策目标在背后 所以我相信台大从这个60年代 整个全世界反越战 跟其他CP运动开始 慢慢感染到一股反叛的那种气质 对 那种反叛的气质就跟高中生 跟教官躲猫猫一样 那个气质到现在为止没有被挑战 也没有试着去升华 所以如果说自由的话的确是 我们那种某种情绪性的反叛 跟对体制的不太愿意配合 跟学生不太愿意对自己的生活 真的有主张 有期待 那这个部分是真的是有 但是它是否是一个所谓 我们标榜的知识分子之下的一个 自由的人格养成 那这个部分我会保留 那老师的部分 刚刚学老师其实不只是讲学生 您刚刚提到形容很好 学生有那么一点反叛的那种气质以外 老师呢 在学校里头当然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民国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曾经有过非常风风烈烈的阶段 在那个阶段 我们不但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普选的这样一个校长 我们也开始对于系所 做一些整合的这些发展跟规划 我们也在校园的这些建设 包括各位看到的这个台大的图书馆 都是在那个阶段的一些规划 但是的确世界变化的太快了 因为即使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离现在都二十年前了 所以的确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会开始陷入一个就是 前一个阶段的努力之后 又开始有一些松放 然后那个松放到一个阶段之后 大家会开始担忧说 我们会不会回不了神了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刚刚学老师在提说 我们当初其实 那个年代的努力 跟那个年代的企图心 好像慢慢不见了 当然不见的原因在哪里 那是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八十年代初的这些调整 二十年前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使命 跟新的一个蓄积能量的过程 还是其实二十年都过去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重新新的燃点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 应该要从过去的转折 做绩效检讨之后 我们进一步去问 那新的社会变动下 我们有没有需要重新做新的 这样的一个跨领域 跨细所 跨布满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整合 然后重新把学生往这个方向 带起他们对知识的追求 跟对自我的这种成长 跟一个实践理想的这样一个积极性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需要被反省 没错 我想刚刚两位老师都谈到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好像台湾大学已经习惯于安定 习惯于好像没有太多挑战的一个 因为唯我独尊最大的学校 那么我想从清华大学这边来看 某个距离之下来看台大 你有感觉到台大在于面对社会的挑战 时代的变迁 那种跨领域的结合的能力 还有特别是老师们 他们自己怎么样去更新他们自己 那这样的一种理解恐怕是一个整体的 是 那当然我不敢说我对台湾有太多的了解 那我这边刚好一份资料 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教务处所提供给我的 我就大概讲一下 清华大学怎么样回应 特别在学务和那个招生上面 例如说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个 1980年的时候第一个成立通识中心 在以前没有通识中心 那通识就是希望说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每个系每个系的学生走进来 但是他们不了解其他系在做什么 所以他等于说是开设一个这样通识中心 让学生有跨领域的这种学习 这个不是为了别人 然后另外到后来又有所谓比较弹性的学程 就是现在很多学校都跟着做 那时候清华是全做的 你可以跨出你自己的科系以外 然后去学其他的东西 那这也是清华开始做 然后清华开始做人文社会学程 所谓人文社会学程意思是说 我们发现人文的科系 它比之间相容度很高 历史啊文学啊然后哲学 这些没有办法太分的 文史哲是很难分加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说 认为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科系 让真的对人文社会有兴趣的学生进来有个整体性的学习 然后再看怎么样的分流 那这种概念就是跨系整合的概念 这是必须要做一些努力的 然后那另外还有像什么双专场的学士班 你可以进来物理系进来 然后你可以同时修电机系的学位 再像这样就是说让我们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跨领域的这种能力越来越重要 他学了一个基础科目 以后都可以用到 但是他可以也再学一个比较应用性的科目 那这样的话他出去可以马上去用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在学位上有这样的调整 然后当然还有后来就是说包括像清华学院 就是住宿式的学院 就整个学生住在学校 然后他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社团了 因为他除了课业之外 他们去实际的田野调查 去探访去办营队 然后去认识很多不同社会各样的面向 那这些还有当后来大家都知道的繁星计划 我们希望说这样偏远地区的高中 也有机会来到清华来念 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到说 清华全台湾前35所高中 就占清华的90%的人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在单一 那我相信台大可能更单一 那我们认为说应该要给其他的高中有机会 那这样的话他们那个高中才能够成长起来 要不然好的人都去读回去的高中 那我们只是单纯这样的一理念 然后我们尝试地去做 然后那教育部就因为这样而要求其他的学校一起跟着办 虽然我们并不是说好像大家所认为的龙头大学 听大人学生也很少 那个教授也很少 可是我觉得是有可能做一些改变 但是必须说我们做的改变也许有一些影响 但是不如如果台大自己也能够主动地提出一些类似 或者是一些革命的一些看法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后来的学生 在选择听大学的时候可以更知道说他该考虑到些什么 然后我们家长在培养小孩的时候会想到说 我难道还需要把我小孩送到补习班吗 是不是不用送补习班 让他可以学些什么样东西更容易进台大 更容易进好的学校 那这样的话说不定他可以得到另外一种形式的教育 那我觉得听大能够做的当然还是很有限 但是如果说台大也可以一起进来去思考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对全台湾会有更大的功用 不过我必须承认 我觉得我所了解的台大是觉得反正怎么样 他们都是收到最好的学生 所以他就不需要改 对不对 那但是反倒是听大或政大 想要说尽量调整一些方式 看看他们收到别种比较特别的学生 但是这个努力没有被这个社会完全的了解 那如果台大自己都是这样被动的话 我觉得很可惜 那我只能说我们听他尝试做了些什么 那我当然期待台大也会有类似的做法 太好 这个他三之十可以公错 那么清华大学虽然不被认为是龙头大学 虽然也是台青交还是很重要的学校 不过他们自己从自己做起 刚刚所提到的都是非常棒 包括通事中心跨领域的学习 人文社会学院 清华学院 或者是这些 繁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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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重要 都很好 那么这一连串的改革 其实是对社会非常重要 也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那么当然已经丢出了这个砖 就要隐喻嘛 我们休息一下 来请两位台大老师来回应一下说 虽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招生的威胁 不过究竟该怎么样 让台大从百大到伟大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